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2021年IPO的預測 最近德勤對中國和香港IPO做出中數和集資額的預測 他預計香港交易所會有120至130宗上市 集資會超過4000億 至於上交所的方創板大概150至180宗 集資到3000億人民幣 那深交所的創業板大概可以上到140至170宗 集資到1700億左右 內地的主板和中小企業板 就有120至150宗 大概集資到13億至1700億人民幣 你會看到其實 接下來這一年 即是2021年 在香港差不多 每一個月有12至13宗上市 其實每一個月的交易日數只得20天 即是差不多 平均每兩天 就有一隻或者一隻多些上市 每一個月的交易日數只得20至30億 如果這個從業員在金融市場裡 照計應該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以及會很不空 但因為廣交所現在的側重 是對一些比較大型的企業 才會看重 根本對那些中小企 就並不是花那麼多功夫 尤其是我之前經常都說 在那個jamboard裡面 根本他們就不擺重 以及希望類似是清場 即是那些jamboard 因為有很多業務不足夠的時候 要在很短時間內去解釋 亦都不容許他 給他一些時間 找一些新的股東 或者是新的業務 將航行移出來 他亦都不太鼓勵 所以對這些比較小的中企 其實並不是太鼓勵 另外為什麼上市突然間會多不多 就是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中美的關係 美國對中概的要求高了很多 經常當它是賊 尤其是在公佈裡面 所以很多在美國上了市的 都希望在那邊私有化了 在香港再上市 或者是新的名額 這些都是未來香港這一年的機遇 今天想說的2021年的IPO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談一談 現在經常都說沒有生意 或者沒有什麼 其實香港始終是一個金融中心 如果是從事金融的行業 是應該在那邊去做 再多些發掘 今天想說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談一談 拜拜